今天这期不下BB讲的是我的一个升级的程序 那我在年初的时候发布过这样一个 Final Cut Pro的自动照片定位程序的视频 那它的目的呢 主要是帮助我定位照片的位置 那因为我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会一直录这个视频嘛 如果照片拍的很多的话 每一张照片的位置你要手动去找非常的麻烦 但是随着我现在这个视频内容越来越复杂 包括一些对比的 包括一些放大缩小的 就照片很多的时候就必须要去手动去处理 因为放到视频网站上以后呢 通常这个视频的分辨率都会比较低 但是我们的照片的分辨率呢 一般会比较高 那如果是直接用小图来看的话 大部分人都看不太清楚 这个相机的画质和镜头的画质 所以说我在做照片处理的时候呢 通常都会把它放大 选中一个照片以后 它在右侧这边可以缩放 就是说我们一般会缩放到400%到600 那这样的分辨率才能够足够 让大部分人看清楚 这个照片的画质水平是怎么样的 那一般来说呢 我会做关键帧 那比如说点上这个地方以后呢 点右侧这个加号 加一个关键帧 然后再移动到右边 再点击加号 比如说换成600% 那在这个播放的过程当中 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放大的过程 那不光是要放大 因为很多时候呢 我们的放大位置需要指定 所以说这时候呢 位置的关键帧呢 也要指定一下 放大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可以点这个工具 它可以拖动 比如说我们拖动到一个对焦的位置 那可以看到它放大的时候呢 就会放大到我指定的位置 假如说每一张照片都这样做的话 会非常非常的麻烦啊 所以说我把它专门存储成一个预设 那么在右侧的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有个放大400% 放大600% 直接拖上来以后呢 就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 已经添加了关键帧的项目 如果想要更改位置的话 还是点到后面这个关键帧 然后可以拖动 你还可以从屏幕上看到 它这个拖动 移动的这个线的指示 但是呢 你想想我要很多张照片 几十张照片都这么做 非常非常的麻烦啊 所以说我后来又专门 升级了一下这个程序啊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我升级过的这个程序 到底有什么用 为了避免我每次都需要 手动去放大这个焦点啊 选择这个位置 因为从UI上这样操作 非常的麻烦 所以呢 我专门写了一个 可以看得到UI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具体怎么用 大家可以慢慢看啊 首先我要把当前这个项目内 所有的照片的一些数据 给准备出来 那我这边有一个程序 叫Prepare Zoom Point Data 它的目的呢 主要是为我后面那个程序 来准备一些数据 我们这边 可以看到这边 所有的这个照片 都在这边 CopyPass 在哪呢 替换掉以后呢 它实际上就是 读取一些相机的信息 包括拍摄的时间 然后名称之类的 这时候呢 我可以点开 我自己写的这个程序 那它是一个web程序 把我们刚刚准备好的 这个数据Copy过来以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左侧呢 就是列出来所有的这个照片 但是呢 那因为Chrome 它后来更新了这个安全机制以后呢 是没有办法读取本地的照片的 就是我本机上的照片 因为它是一个web程序 有些安全性的限制 所以说 为了让它能够读到本地的照片呢 我这边需要新建一个http服务器 在当前的位置 http server 起来以后呢 再刷新 大家就可以看到所有的照片了 好 那就是这个界面 就是这样的话 点击每一个照片的话 它右侧会有这个大图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可以通过这个程序来选择焦点了 比如说我可能第一张照片想要 以这个位置放大 那么点击这个地方的话 就会有一个圆圈指示 那么下张图我们也可以多点几个位置 就这样 目的是为了选择放大的位置 这样的话 我使用这个程序就可以非常快速的为我所有的照片来选择这个放大的点 当然也可以选择多个 这样的话 它在后面就会生成多个对焦的位置 选择好以后呢 这边有个generate result 点击以后在最下面 会在上方存储这个放大位置的一个数据 这就是刚才我们选择的这个点 把这个数据拷过来 拷配到这个zoom data这边 我之前有选过一批对焦点 所以说大家可以在这边看到之前的这个选择对焦点的位置 拥有这个放大点的位置以后呢 我们再用之前的read exif info 我们再来跑一下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照片的数据都已经选好了 那么我们再导入 导入之后呢 打开这个刚刚导入的项目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现在呢 它不光是可以帮我找到这个照片的位置 而且呢 会把每一张照片呢 创建一个compose 就是一个复合片段 那这个复合片段呢 就是你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有一个过渡效果嘛 那前面这一张呢 就是原始的照片 就没有修过图 直出的照片 过渡以后呢 是修改过以后 就是做过后期处理的照片 然后会自动放大到 刚刚我们在那个程序里面 有选择的放大点的位置 同时呢 在上方呢 大家可以看到 当前的这个相机的拍摄参数 那打开这个片段以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 第一个照片呢 是可以看到是 照片的名称 后面有个original 最近几期的视频 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在真正的照片之前 都会有一个原始的照片 那它做的这个原理呢 就是放两张照片而已 在原始的照片后面 加了一个这种slide的过渡 然后就变成后期过的这个照片 然后同时后期过的照片 在后面是可以看到一个 缩放的一个效果 就放大到我们之前那个程序 选择的对焦点的位置 那么这样的话就很方便 那么每张照片的话 大家都可以看到 直出的效果和后期的效果 以及放大的这个效果 所以说我只要比以前更加轻松的 只要剪辑一下 配一下音音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个项目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 都是一个单独的符合片段 这样因为它变成一个符合片段以后 我这样左右拖动的时候 就是非常方便的 那不用处理这么一组 点起来不是很方便 这个选择放大点呢 是我写的这个程序的一个 比较小的一个功能 其实我最主要的是 因为我后面拍了很多对比的视频 那么对比的视频 比如说我们这个LX10 和iPhone的对比的视频 因为我使用两台相机 拍了两张接近的照片 同时需要在画面中显示两张照片 那因为Final Cut有一个问题 假如说我想要放大的话 假如说放大400% 你放大一个照片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放大两个照片 这种定牌放在一起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了 就是它就会相互的覆盖 你就需要放大以后 首先要更改这个放大的位置 然后再更改这个剪裁 可以看到需要这样做 这也是一个非常麻烦的工作 就是你每张每组照片都要这样做 所以我那个程序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自动的帮我把两张照片 甚至是三张照片 并排起来 然后放大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怎么弄 当然首先我们还是要准备照片的数据 copy pass信息复制一下 那么转到我们的prepare some data 所有的数据都已经生成了 那么我们再回到原来这个程序 那因为我们的这个照片的位置已经改变了嘛 所以说我们要重新把这个htt服务器关掉 然后在这个目录下面再新建一个htt服务器 那我们再刷新一下以后呢 就可以看到当前的这个照片了 那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就是两张类似的照片 那因为要做对比嘛 所以呢 这个程序另外一个功能呢 就是添加group 这边有一个add to group 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group add to group group1 group2 那我来做一下吧 这点还是比较花时间的 后期有可能会做一个自动分组的 那个就会不用做这个工作了 反正因为每组照片的话 数量也不是很多 这样加起来也无所谓的 好了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分组的照片已经加好了 那还是跟之前一样 我们要选择放大的对焦位置 那么我这边做了一个小功能 就是因为我每次选照片的时候很麻烦嘛 选择两个对焦点以后呢 它会自动跳到下一张 那通常来说做对比的话 我们肯定要对比对焦点的位置 然后一个背景的位置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两个焦点以后呢 它会自动跳到下一张 这样的话我只需要选择对焦点的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剩下来它就会自动的往后跳 但是因为有些照片的话 可能我觉得没有必要看背景 那么我们就只选择一个放大对焦点 通常我们这个放大的对焦点的位置呢 都是在人眼的位置 那如果你不确定刚刚选择是什么焦点的话 这边可以再回去看一下 那因为像这种可以表现出相机的这个背景虚化的效果 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两个对焦点 好吧 这个就是纯劳力的工作了 没有什么特别好讲的 但是要远远要比在玩的卡特里面去选择 那个放大的位置要好很多 快很多 所以呢 这边呢就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就是在这选放大的位置 那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呢 大部分的焦点呢 都是选择到人眼上面 也许之后可能会做一个人眼识别吧 可以自动的帮忙选择这个对焦点的位置 那如果你们大家注意看的话 会发现当我选择对焦点以后呢 这个照片后面原本是零 然后它后面有个一 意思说当前这个照片呢 已经有一个对焦点的位置了 这个我再选择这边吧 表现一下它这个过曝的位置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点击以后呢 可以把它给删掉 然后再重新选择 那后面呢 没有分组的话 就是单张的照片 单张的照片 就跟我们之前讲的是一样的 也是可以多选一些郊外的照片 好 我们选好以后呢 这边有一个generate result 那大家可以注意看 最上面这边有个零 images has no point 就是说告诉我当前 有几张照片 还没有选择焦点 如果你可以看到 把这个照片的这个焦点 给取消掉以后 你就可以看到 还有一张照片 没有选择焦点 没有选择的焦点呢 它在这个外框是虚的 而且它这个数字是零 选择以后呢 它这个地方就会 保证我每张照片都有焦点 生成 这边就可以获得 所有的这个焦点的数据 都在这边 那我们可以复制到程序里面 那么我们依然是 把当前的这个项目导出 我们的ray的exif 上面的话 就是改一下 我们刚才这个导出的文件 X10 iPhone 然后呢 我们来跑一下看 然后转到Final Cut里面 我们把刚刚导出的 Peng Smile导入进来 打开 那放大以后呢 可以看到 所有的照片呢 已经被定位了 并且呢 会生成两张照片 因为这两台相机 拍的时间不一样 所以说就是一线一后 但是呢 如果在时间线上 我可以把这个拖到一起的话 就可以看到 它同时显示两张照片 并且把两张照片的 这个拍摄的数据呢 都显示出来 并且呢 可以自动的帮我放大 我们选择的对焦点 第二个对焦点 这就做这样对比 拍摄的视频 就会非常非常的方便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写 这个程序的一个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帮我自动 生成这样对比的 放大的视频 因为后面会有很多 佳能对索尼的 然后索尼跟富士 跟松下的对比 所以说 把它们全部放大 这样在Final Cut里面 调的话会非常非常的麻烦 通过这个程序以后呢 我这个 这些工作呢 都不用我后期去做了 才会自动帮我 生成这样的对比的一个照片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我有段时间一直没更新 就是在写这个程序 主要是花一些时间 帮我提升一些生产力啊 如果是不写程序的话 做这种事情真的是 烦了 因为我真的是太懒了 有可能别人非常耐心 可以做一下午放大 然后慢慢仔细调 我做不来 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呢 我相信之后出片的 这个效率会高很多 好吧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边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了